女人就是這樣 當你剪短了頭髮一段長時間 你就開始想念你的長頭髮 所以最近我又新行走去薄髮 其實很多朋友都有問薄髮在哪裏薄髮 今次會分享一下我平時去開的薄髮 最常見的薄髮方法就是熱溶膠和鐵珠 其實泡邊都輕了一段時間 Tim其實現在幫我泡的 就是首先把我的真頭髮 先把泡邊 之後再加一支假髮上去 再來用泡邊和彈力線把頭髮固定 這樣就完成了 再一次做個紅瓶 再加一支補充膠 先往外頭髮 先到貼上一支 後面的髮型 不大後面的髮型 不同的髮型和髮型 和髮型和髮型 需要搭配不同的數量 以我為例,我們頭髮剛剛碰到鎖骨 所以要大約二三百條的薄髮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留長頭髮真的需要很多時間和心機 如果想忽然之間短變長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薄髮這個方法 就算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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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